哈喽大家好,我是坎西 今天是3月26号 据我最新收到消息是 德国的确诊人数已经达到了43,000例 死亡人数也在慢慢的上升 但是比起其他的欧洲国家来说 德国的死亡人数确实是相对来说少很多 那这个要归功于德国的强大的医疗体系 以及它的医疗设备 德国的医疗设备确实很强 但是如果人口慢慢的往上升的话 不知道德国的医疗设备还能不能挺住 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今天在德国外面超市购物的看到一些情景 以及简单介绍一下德国目前的一个确诊的情况分布图 在哪几个州呢是相对来说比较危险 或者说确诊人数比较多的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德国的一个病例分布图吧 我用德国的这个地图来展示给大家看 那这张图呢是我找到最新的一张德国疫情图 那数字越高呢就代表这个地区染病的比例就越高 或者说人数越高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哪个地区 哪几个地区疫情比较严重 先来看一下左边那个北威州59.9那个 那个的那个州呢其实是要特别注意一下 因为那个州中国人比较多啊 首先他的首府是杜塞尔多夫 很多中国人很多亚洲人在那边 然后其次像波恩科隆啊艾森亚生 这都是有很多呃中国人在那边读 语言学校也好大学也好 然后再看一下右下角72.5那个州 那个州呃我不是特别了解哈 这个州是巴伐利亚州 然后呢这个州的有一个很大城市叫做慕尼黑 那边有很多大学哈 那个州也有很多大学 所以说这个州也要特别注意一下 因为这个州现在挺严重的 然后呢就是这个巴伏州 看一下这个77.5这个巴伏州 巴伏州也很严重哈 他的首府叫做斯图加特 哈他斯图加特的话 也很多中国人在那边 然后就是那个所下角 那个47.0的这个 这个萨尔兰州 萨尔兰州也有大学 虽然他这个州比较小 但是他有音乐学院 还有塞尔兰大学 所以说呃如果你的孩子 在这些地区留学的话 一定要让他们多加注意 因为最近有很多家长给我发短信 问问他的孩子这个地区怎么怎么样 那我就做一个视频 给大家告诉大家 德国目前的一个疫情分墓图 那今天我逛超市的时候呢 每个人只要排队的地方 都要保持两米的这个购物距离 他都会用线给你划好 以防你不知道什么是两米 然后就是说今天这个收银员 都用这个布给包好了 他们也没有戴口罩 也没有戴这个手套 但是呢他们就愿意去封这个布 然后现在付钱的时候呢 尽量是不收现金的啊 尽量是刷卡啊 尽量是刷卡 这是不鼓励你的现金了 不过今天逛超市的时候 都会发现有很多的商品 都出现打折的这个现象 呃我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就是很多 呃不过不是说全部了 就是说很多的商品 比平时要看见的打折 是要多很多的 很多货架呢也被清空了 比如说卫生纸啊 面粉啊干粮类的 全被清空了 还有消毒水也买不到 那我知道呢有很多的家长 他们的孩子都在德国 或者说在欧洲留学 那尤其是在德国留学的朋友呢 可能很多家长会非常担心 他们在德国的一些情况 那德国目前的情况呢 比其他的欧洲国家相对来说 呃要好一些 就拿死亡人数来说吧 呃那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去鼓励自己的孩子 尽量不要去出门 尤其是要困好一定的粮食 如果有能力的话呢 给孩子去系点口罩也是可以的 当然了可能最近有些人 我看到他们的口罩系了很久 都没有系到呃德国来 可能需要去联系一下 他们这个物流是怎么操作的 就算是寄过来的话 也要交一定的税 所以说要跟孩子去联系好 可能这个呃成本会比较高 那再三强调了 就是说不要过度的去恐慌 这个病呢 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 但是呢 人们如果就是说 不是去重视这个病的话 那这个病会变得很可怕 但是如果大家都很守规矩的 待在家里面 然后每天就是呃 在家里面做该做事情 把粮食都囤好的话 我觉得这个病会很快随着时间的过去 会慢慢数字会慢慢下降 那好 那今天是德国的一个目前一个最新的情况 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记得给我视频点个赞 然后呃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